好,在了解了Chair这个基本的最小数据单位过后 那么我们接着在我们的硬件操作中 我们如果说全部用Chair来实现 又有点不太符合我们的要求 因为Chair所代表的数据的最大值非常的小 因为我们也能理解到刚 如果用8个比特所能代表的最大数据是多少呢 好,我们再来写一下 8比特所代表的最大数据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 256个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我们现在用了这样一个方法 这也是我们在面试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问题 很多同学会答错 比如ChairA等于300 那你觉得这样对不对呢 那很显然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溢出问题 在我们计算机中 我们如果说没有考虑这个位数的最大范围 那经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溢出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候 A在加加的情况下 那么并没有得到我们的301 而是得到一个特殊的值 那具体什么值 这个大家可以下来看 那么当然这个如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先建立一个思想 就是我们的什么溢出问题 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些关键字的时候 还是需要大家去理解它的什么呢 或者记忆它的一个什么最大范围 最大范围 因为有了这个最大范围 我们才能明确我们到底该不该定义这么大的空间 去描述我们具体的这个需求呢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数字 确实它的状态已经是有300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我再定义下A 那么可不可以呢 那这个时候很显然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过后 那么我们的软件开发人员 或者是软件C元编译器 又想到一些别的解决方案 那么其中就给我们定义了一个叫做int的解决方案 那么int的大小是怎么来理解呢 那我们它的概念是这样的 就是说编译器它有一个最优的处理大小 什么意思呢 我们CPU在运行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一次度8个比特 它按照CPU的一个数据总线的最大容量进行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编辑所能看到的 或编辑所编译的这个CPU相关的这段代码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自己最大处理能力 那么这个最优处理能力就是它一个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系统 系统一个周期 所能什么呢 所能接收的最大 接收的最大处理单位 那么这个单位我们就把它称之为int 比如说我们的32倍系统 32倍比特的系统 那么自然而然什么叫32比特 就是我们的CPU 它一个周期所能处理的数据是32倍 那么一个周期我们如果给它一个欠 那么有没有意义呢 实际上没有意义 因为它一个周期只能处32比特 如果你给恰 那么它就要看CPU是否只此一个周期 只给8比特 当然如果从最优角度来讲 恰好能把这条高速路全部走满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的系统的处理能力是最优的 所以这个32倍系统呢 自然而然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四个字节 四个大B 四个大B呢 恰好就是我们所说的什么 int大小 但如果说有些时候呢 我们还会接触16倍的 比如单片机系统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大写的两个字节就是我们的什么 int 那这个就要看你具体编辑器能不能把这一项给得到 这是硬件 那么如果我们的编辑器也恰好跟这个硬件匹配 那么我们就最后的结果 结果就是一个int大小可能是两个字节也可能是四个字节 所以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的实际开发过程中一定要看看编辑器到底是怎么定义我们一个int大小 所以int大小是一般情况下都没有什么定值而是根据什么呢 而是根据编辑器 编辑器来决定 那么现在呢可能很多同学都没有用过一个软件叫TC2.0 如果你用过TC2.0应该知道它是个非常经典的C元初学的时候用的一个软件 那么它的int大小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两个字节 那么所以说对于int来说呢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它的大小实际上是一个不固定的 但是呢 我们有什么时候该用int呢 比如说我定一个intA和我们所说的恰A 那到底该定义哪一个呢 该定义哪一个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 如果说我们这个A它只是描述一些数据数字的处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int肯定要比恰合理 第一个首先来说它的容量比较大 第二个它刚好能达到系统的一个什么 最优处理方法 处理大小 而恰A呢我们说它更多的时候是面向于硬件开发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我们比如说我们后面要说的循环 那么我们的计数器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用int比用恰更加合理 等后期我们再学到arm汇编的时候 你会更加发现 汇编语言的处理效率中 int和恰我们可以通过反汇编的效果 能看到它的一个实际运行情况 那么说到这儿呢 我们接着再给大家介绍一个问题 就是长量 那么我们在C元中经常提到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恰A等于300 刚还是我们上一课的例子 那么这个300是什么 因为我们说在C元编译器实际上它非常单纯的是从头到尾 逐行处理 它看到CHAR这个字符串 是我们的关键字恰关键字 好了它会把我们的A当成我们恰类型的一个变量名 那么开放8个比特为A去服务 然后那么300又是什么东西呢 它怎么认识300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这样的数字构成的字符串 我们把它称之为长量 那么数字构成的这个字符串 它的长量我们一般怎么来理解呢 那么这个长量就是我们整形长量 什么是整形 就是Int大小 那有东西说那如果说我这个值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们用这种CPU来处理 如果说一个非常大的值可能已经超过两个比特 两个字节能够容纳的范围 那我们再定义这个数行不行呢 当然我们来举个例子 两个比特最大的实际值数 这个数字也是希望大家记住 其实也就是Shield的最大值 叫做65535这个值 这个值非常特殊 所以尽量的能记住 假设说我现在是16比特CPU 然后我们现在用一个Int 然后去负值 比如说是66535 假设是这样一个值 那很显然这个值在我们的系统中 是不是已经超过两个比特了 那这个时候这个长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提一个概念 所谓的这个值的大小 就是你这个CPU中它的编译器最优大小的什么 一个最大范围 那么这个代码在如果在16比特 那么编译的通过吗 编译的通过 但是运行会出现一些异常奇怪的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借助呢 也说要想保存65535这样一个长量空间的话 我们必须是不是要用四个字节去描述的才行 对不对 所以说在整形长量中 我们在很多代码中会经常看到这样一个代码 比如写个300L或者是大写字母的300大写L 那么这两种写法其实就告诉我们编辑器 在数字的后面增加一个关键的L 那么就代表我们后面要说的L关键字中的什么浪类型 浪类型浪类型呢什么意思 就浪类型不管你的系统是什么 它至少是四个字节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去描述一个什么 一个比较大的数的话 那应该是就能描述得了 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的长量中 长量中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 当然长量呢我们一般情况下 是都是用默认情况都是十进制来描述 大家说的比较方便 但在实际开发中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也会经常会用到一些什么 进制描述 比如说我们说你说一个十 那么这个呢对于我们来说 作为一个数学的意义很好理解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十当成一个硬件 每一个位给它复制高低电瓶 你说我们这个十能不能马上能够联想到 复了什么东西呢 所以这个时候你却很难去理解到 很难理解到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考虑几个问题 C元的编辑器 C元的设计者 包括我们计算机设计者 他给我们提出了几个概念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十进制 十进制 然后我们还提出了一个叫做八进制 当然还有我们的十六进制 当然还有最后最最原始就是二进制 二进制 那这个怎么理解呢 我们说可以这样来理解 十进制你可以认为是我们人和人之间最好交流的 因为我们我们数数都是12345678910 然后1112 这样一个情况数 也就是说逢十往前进 逢十往前进 所以这个十进制什么时候用呢 就是我们确实是描述人和人之间交流的数学概念的话 你就用十进制很方便 比如说我们说二加三等五 好没问题 那么八进制和十六进制呢 我们说这不是给人看的 因为我们正常人不会用八进制去跟别人再进行交流 因为他会你会觉得很奇怪这个人 对不对 那八进制和十六进制是谁提供呢 其实就是二进制的一个衍生码 这个地方我们来提一下 那么在计算机硬件 我们一再强调C元一定要靠硬件 靠硬件硬件最小单位是1010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软件中 如果直接定一和零呢 又可以显得什么 特别的繁朗 所以怎么办呢 后来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 发现了一个规律 三个比特 三个最小的比特 恰好就是我们的八进制 八进制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写0x 0x7 0x7 那么对应的是刚好是什么 16进 这样写 就是我是1111 恰好对应的是0x7 那如果说我是什么 10000 那么恰好对应的 对境的静置数是8 对应静置数8 那这样的话呢 你看是不是刚好这三位 三位是不是刚好是7的一个循环 7的循环 那自然而言就是8进制 因为我们说你是逢8进1 看没有逢8进1 利用这样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呢 下来也是希望大家做一个表 你可以看到 8进制中的 8进制数当然 你只能1到7 对不对 跟10进制是0到9 是一样的 所以说你是0到7 0到7刚好是三位 也就是三个比特 我们就用一个什么8进制来描述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 如果我能写的一个8进制 比如说我是12 那你看我是不是立刻能够联想到 它对应的2进制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原来是000 我们用三位来表示 0011 然后2就是我们的010 对不对 那好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说把它看上硬件 那是不是可以认为 最低的管角是低电频 然后其次是高电频 然后低电频 然后高电频 低低 所以这样就更好的去描述一些什么 硬件操作 那后来我们发现8进制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 因为它描述的位数还是少 因为三位 对不对 后来我们随而发现什么 16进制也会有这么一个规律 它是逢什么 逢15又往前进1 跟我们的10进制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后来人就把它发明了 另外一个进制 那么就是我们用4个比特 去描述一个什么 16进制 那么这部分内容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因为在我们的C元基础之前 大家应该对计算机组成原理 有一定的了解过后 那么这个部分 应该是非常的熟悉 尤其在嵌入数中 应该说 一定要把它记得很牢才行 好 那么所以说 那在我们C元 怎么表示8进制和16进制呢 那这地方提一下它的语法 8进制我们的语法是0开头 比如说我这写个010 那这个数字 比如说我是这样写 int int a等于010 那你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值负值的时候 因为我们编译器非常的智能 就是说你看到第一个字符串中是个数字 那好了他认为是长量 对不对 第二个 那长量中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字符是0字符 因为0开头你不写和写好像没有感觉 对不对 但你又写进去了 那么我们就认为后面这段字符串 就是按照8进制进行解码的 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10实际上是多少 实际上就是我们10进制的8 10进制的8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a的大小是8 8来看 也就是说用d去看a的时候 你会看到8 那么16进制一样的 16进制我们在这个地方 那么如果是0还是10的话 还是0还是10 但是我们前面有0x作为限制符的话 那么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16进制的什么 长量 那么自然而然它的大小就是我们的什么 16 那么1016 好 具体进制的问题 那么大家可以下来再看一下 关于进制的这些内容的一些知识点 因为这个也是在我们嵌入式中应该必备的一个基本概念 好 那说完这儿我们接着把后面说完 那么lunk和short 其实就是在补充int和x带来的一个短板 那么short我们更多的时候 并不说我们会定义shorta或shortinta 就是说如果我们在没有什么特殊要求的情况下 我们一般都写inta不会写shorta 除非说我们这个空间恰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限制 就是对于长度它必须满足 你一定要16个比特 不能超过也不超过就不对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short来作为我们32位中的16比特来处理 而lunk类型呢 它是一个我们C元可阔的一个类型 它可以帮我们把我们的C元不断的去累加 比如说我们随着计算机的位数增加 它可以lunk这样一些类型 来表示64等等 当然这些不管怎么变 最终都要看你的编辑器是否支持 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 这三个类型我们都可以是称之为什么 是整形类型的一个组合 整形类型的组合 它主要是考察大家的一个什么 在我们内存中分配空间大小的一个思想 所以这几个关键字 大家一定要对它的大小有个清晰的认识 以及我们在使用的场景上 在以后我们在随着代码深入 和我们以后的硬件体系的建立 那么你们会慢慢看到 为什么该用chart而不用int 或者用int和用chart之间的一些好处 lunk shoot在哪里用 好